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湖北武汉的莲花路这里 我现在是走入一片的社区之内 我在这里要寻找一座古墓 是一座三国时期的墓 这座墓的位置特别不好找 在导航上我们所看的是龟山的位置 但是现在导航上去吧 我们领到了一个社区之内 我刚才在这里问了一下墓 他说从这里拐外往前面去走 我们这次所寻的这座名人墓 它是三国寺的名士 它非常有才气 却因为自己的方浪不羁 给自己造来了杀身之火 我来到了这片社区 为人才有知道 这个是一条上山路 我们上山之后我们去找一找 现在我们是终于来到这里 找到了这座古墓 那这座名人墓它是谁呢 我们看到它上面写到 嗨,倪恒墓 这倪恒它是谁呢 它是三国时期的名士 大家可能会说 这三国原因我很熟啊 为什么没有这个倪恒的篇章 其实是有 但是它的篇章很少 但是它的一生非常短暂 却非常精彩 发生了很多大事 一般无人知识呢 都有通常有一个特点 特别的清满 也特别的傲气 虽然年轻呢 但是做事喜欢指定别人 非常的轻视 在当时许都刚刚建立时呢 很多这个无人知识 都到这里来投靠 当时米恒也是来到这里 别人问他 你为什么不去投靠这个成本厂 和司马仲达呢 他说 我怎么能够和杀猪的人在一起呢 这一颗见其他的傲慢 然后呢 别人又问 这寻语和造容怎么样呢 因为这寻语呢 当时长得非常漂亮 赵荣是个大柱子 他就说 这寻语指的是长得好看而已 赵荣呢 是个会吃的家伙 我们在刚才所说的几位呢 都是三国时期 鼎鼎大名的人 特别是这个寻语 还有司马仲达 也就是司马仪 然而呢 带当时这个米恒呢 他是谁也瞧不上 现在他也是有瞧上人 他也是有非常好的朋友 就是当时鲁阁的恐龙 还有鸿龙阳修 他和这两人呢 是非常一样 他在以前呢 也是常常说到 大而恐龙阴举 小而养得主 其人平平平平平 不知一提 要说这个米恒狂呢 他也有这个狂王赤本 他非常有才体 当时也是非常年轻 年少轻狂嘛 所以呢 在当时的恐龙 已经四多岁 和二多岁的这个米恒的 关系是非常好 他就向曹操 去举荐这个米恒 这曹操呢 也听说过这个米恒才体 但是曹操是什么人呢 曹操也是更高气的人 他有一次 他就羞辱这个米恒 他让他做一个鼓手 这所有的鼓手都来演奏 所以呢 让这个米恒也过来了 因为这个鼓手呢 他演奏的时候呢 要穿上这个鼓手 他所特定的一个衣服 但是呢 米恒没穿 他静止止的走了过去 别人说 你怎么不换上衣服呢 再离人说 好 然后呢 在大庭广众之间 就慢慢的脱下了自己的衣服 然后呢 一层又一层 最后脱掉自己的内衣 刺身裸体 所有的人都看着 都有一些尴尬 都把脸的给转过去 反而看当时的米恒呢 却是非常的坦然自作 仿佛没事一样 这也应了我们现在的一句 非常潮的句话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这个潮汗呢 是非常生气 本来想羞辱一下米恒 本来想米恒 给羞辱了 他就非常怒 你为什么刺身裸体 这么没有规矩 你还知不知道礼节 这时候米恒非常坦然说 我露父母之体 已显清白自然 这潮汗呢 也是哑巴吃荒莲 也就不好说什么 但是内心是非常火气 其实米恒呢 一直就不满潮汗 他也不喜欢潮汗 像他这么有才气的人 他怎么会去喜欢潮汗呢 所以呢 在这一次 这个潮汗和尼恒的一些交流上 这个尼恒是占了上风 但是潮汗是什么人 非常生气 就对这个恐龙说 我想捏死他 像他捏死一只麻雀虫子一样 他竟然这么对我 因为这个米恒的举动呢 让这个潮汗是动了杀心 但是潮汗 他也知道 他的自在天下 他不能为这么一个人 来损失到自己的名声 因为当时米恒的名气呢 还很大 如果你杀了一个名士 这对自己的名声非常不好 他就把他送走了 送到这个刘表那里 他也想借这个刘表的手 去杀掉这个米恒 因为米恒他这种性格 是很难与别人相处 果然呢 在这个米恒到六岩那里之后 他依然是不买这个刘表杖 依然是我心我素 而且呢 和这个刘表也是多多有冲突 但是刘表呢 也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 他想呢 你潮潮把这个米恒送到我这里 无非是想借我的手 去杀米恒 如果我杀了米恒 那我的名声在这个天下 这不是臭了吗 落了一个杀害名士的一个由头 所以呢 他也没有杀 他又把他送给另一个人 也又把他去送给了当时的一个皇祖 为什么要把他送给皇祖呢 这也是优有的用心之处 因为皇祖的名声呢 在当时是非常暴躁 所以呢 就把他送给了江夏太守皇祖 在这个米恒 他刚来到这个皇祖这里呢 皇祖呢 也非常喜欢他 也非常善待他 因为他是毕竟是一个大名士 他就替皇祖是处理一些文书方面的事情 孰亲孰众 孰远孰亲 一次处理的非常的得到 所以呢 这皇祖也是拉着米恒的手说 先生处理真是太好了 这正合我的心意 和我想说 说不出的话一样 这正是插户里猪脚子 有货到不出啊 而且呢 这米恒 他还和当时的这个皇祖的儿子 也就是当时的张灵太守 皇祖关系非常好 再有一次呢 这皇祖他在夜请宾客 有人呢 就送给这个皇祖一只鹦鹉 这皇祖呢 非常喜欢 就举起酒杯 对米恒说 请先生以这个鹦鹉 作品负如何啊 这米恒听到之后 提笔就写 一起合成 终于呢 没有任何改动 而且呢 是词业非常的华丽 文生色彩呢 也很华美 重人呢 是非非称赞 这里呢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米恒 所写的鹦鹉负 也是这个汉木小说中的 一个优秀制作 但是呢 这米恒 他四财奥物的性格 不会改变 他不会去讨好别人 但是呢 他说话也是 非常的不容忍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呢 他就说话 不会照顾别人感受 就一次呢 这皇祖 他是在大宴宾客 米恒呢 就出言不逊 所以呢 使这个皇祖非常难看 这皇祖非常生气 就骂这个米恒 米恒呢 更是不示弱 紧紧的叮嘱他 说死老头 这个皇祖呢 就是更生气 废弄到了基点 我是主公 我是你的上级 不是说你给我的面子 你现在还当这么多人面 让我这么难堪 我说你两句 你还说我 所以呢 他就想下令 去杀了这个米恒 因为这个米恒的性格呢 他肯定在这个生活中 还有工作中 这得罪了很多人 这肯定会有的 这和当时的一个主播 关系不是 不是太好 这主播 他听了这个皇祖的命令之后 即刻就去杀了米恒 一点不给时间 这个容缓 他怕辞着有变 当这个皇室 听到之后呢 因为他和这个米恒 关系非常好 他就赶而旧 但是最终没有赶上 米恒呢 因为自己 私财傲物 虽是大财 但是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26岁 被皇祖处死 当时呢 因为毕竟是在这个气头上 在事后呢 这个皇祖也非常后悔 所以呢 他也为这个米恒 是做一个风光大仗 将他后仗 也许在当时这个皇祖呢 是照顾一个名声 把他后仗 但是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这个人呢 我们可以不去巴结别人 但是也不用去 非得去和别人去作对 这也让我想起了 我们之前在山西 所拍的这个李存孝目 李存孝呢 也是何等的英雄 武功盖世 最后呢 也是因为自己太过优秀 和别人处理的关系不太好 被人陷害 所以呢 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常说呢 以死为贱 所以呢 我看到 以前的故事呢 我们要常常想想自己 这米恒呢 他是非常有才气 但是呢 因为自己的性格 在26岁 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再后来呢 有些史学家 他就开始研究 这米恒呢 他到底是死在谁的手上 有人说呢 是死在当时那个主播的手上 还有人说呢 他是死在皇祖的手上 还有人说呢 他是死在刘表德手上 因为刘表知道皇祖皮暴躁 再把他送到他那里 还有人说呢 是死在这个曹操的手上 因为是曹操最开始 想借别人手去杀到他 而我们所看到 他应该是死在自己的性格上面 迷恒也好 杨修也好 都是非常有才体 但为何当时的司马重大 他就要活得那么的长久 首先不说他的遗人 最起码呢 他一个带人接物 让别人不会去除掉他 一旦明示 26岁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可以加想一下 以他的名气和财气 如果他的性格稍微收敛一些 再往后的几十年 哪怕他活到50岁 60岁 他在整个山坡 肯定会有一番作为 这座迷恒墓呢 它是在这个龟山的南路 这墓呢 它是坐北朝南 非常大气 立在这龟山林间 这里呢 并不热闹 也许呢 这迷恒 他并不在意这些 以他四财奥物的一个性格 他才不管你来或不来 据资料记载的 这迷恒墓 它是葬在这个古鹰鹉中 在后来呢 这个墓被损坏 我们现在所看到 这座墓呢 是在后来所重建的 但是它目前这个碑呢 是古碑 因为我们也看到 上面有落款 是在这个光绪年间 所以呢 这也是清朝的墓碑 这座墓呢 它是为一座衣冠种 如果呢 让迷恒再选择一次 它也许呢 还是会这样 还会这样呢 我行我素 拧着不弯 拧着不驱 做事呢 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非常潇洒 唯有意思而已 想让老子认错 老了 这就是迷恒的一生 迷恒的故事 具体我们后人 该怎么做 该怎么看 那就是各位客观 你们的事情 好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武汉 在灰山南路 所看的迷恒目 一带大财 就先看到这里 我们下个地方见 再见